纽约时报特朗普称 停摆可能持续数年 或离边境墙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特朗普在周五讲话中称 如果拿不到边境墙所需预算 将会使联邦政府停摆状态 持续数月甚至数年 但仍对短期内核民主党议员 达成预算协议 表示乐观特朗普还称 如果有需要 他可能会使用总统型政权 启动国家紧急状态 越过国会强行推进边境墙计划 周六将标志政府停摆进入 第三周八十万联邦固员停息 华尔街日报美联储主席 对来年经济形势 乐观表态美股反弹 在经历周四的重挫后 美股极大指数在周五经历重要反弹 其原因主要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对今年经济的乐观预测和喜人的就业数据报告 到指上涨746.94点 至23433.16 涨幅3.3%标普 500上涨84.05点 至2531.94点 涨幅3.4% 那斯达克指数 上涨275.35点 至6738.86 涨幅4.3%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 12月分龙报告表现十分强劲 美国12月分龙经济人口大增31.2万人 创10个月 最大增幅 预期增加18.4万人 路透社美军延长在叙利亚驻军时间 虽然美军在叙利亚的实际战斗已经结束 但美军目前仍未提出明确的撤军时间线 尽管如此 据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称 美军并不打算在叙利亚无限期驻军 在华府表示将撤出之后两周 美军仍在叙利亚收复原伊斯兰国ISIS占领地区 美方称此举是为了给ISIS和其他极端恐怖组织持续施加压力 为报英国将演练无协议脱欧边境出入状态 面临即将到来的脱欧 英国正在积极准备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情况 肯特·卷多佛尔港正在准备一场出入境演习 该演习将包含150辆卡车 在高峰时期通过多佛尔 以此测试在新的海关检查当中的临时状况 和计划交通部官员称 英国并不期望无协议脱欧成为现实 但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为此做准备 但根据保守党议员意向来看 无协议脱欧将是很有可能的结果路透社 印度女性抗议升级周五 据印度卡拉拉邦官员称 第三名女性走入了萨波瑞摩拉 印度教寺庙 已是对传统规定的抗议 根据传统处于月经七年龄的女性 十至五十岁 不允许进入寺庙等宗教场所 她们被认为是不及的萨波瑞摩拉 似是印度少数 仍实行这一传统的寺庙之一 前两名抗议女性通过救护车来到寺庙 并从侧门进入 魏西也信众注意寺庙方否认的官员说法称 未发现第三名女性进入 路透社墨西哥号召地区组织国家 不干预委内瑞拉内政 在正在召开的拉美地区组织利马集团会议现场 墨西哥代表号召其他中南美洲国家 不要干预委内瑞拉内政 并拒绝支持此前一项地区性声明 敦促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放弃在1月10日就职 利马组织在2017年成立其目的 是为了推动委内瑞拉的民主改革 这是墨西哥首次拒绝支持该组织提出的声明 是墨西哥首次拒绝支持